要裙子要过膝 然后内搭裤也不能穿 短裤加黑丝太犯规 正妹贵姐被罚500元 台北一名正妹贵姐向苹果投诉 上个月有一天 她穿短裤加黑丝袜上班 事后罗管既然说她穿的规定 不能穿的为仔细短裙或短裤 要罚500元 她觉得不合理 她无下百货公司里 很多贵哥贵姐也穿短裤没被罚 我觉得这样很不合理 我明明就没有怎么样 就是说以后不要再这样 然后就是叫我要签名这样子 正妹贵姐表示 新光三月管理专柜人员的规定 已高达60几项 罚款500到1万元不等 其中服装衣容不符规定 要罚500元 但是没有明定穿短裤要罚钱 其他人 就是我明明就有很多人穿短裤 然后我就是被开了 然后别人就没有 其他女同事也是穿短裤 也有人穿我看过 就是可能他们的柔管 或者是他们的主管 没有特别去抓 卖袜子 我们公司也是希望我们 可以露出袜子 因为那就是我们的产品 要把裤管捐起来 或什么之类的 一定要把裤子露出来 但新光三月回应表示 除了辣妹服饰 运动休闲区的专柜人员 可以穿短裤外 其余不鼓励 而且这项规定 全台新光三月都适用 她也觉得很不合理 可是毕竟是 对对对 毕竟是百货公司的规定 我们就只是 是这样 动新闻 别加百货规定比较松 报道 随便当事者 全民做公司 独家高料我捐款 请准备 少许一千元 每件两千元 就会能够 请站机构 你高料我捐款